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歡迎你來到這個網上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現在是在講,怎樣在聖靈充滿大令之下去講見證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不單是清楚講出我們想講的東西 有邏輯性的,有簡潔的,並且能夠講出神的屬性 神的恩典去鼓勵人去欣賞神的恩典,看到神的美善 然後也應用出來的,我多謝主下有兩位姊妹在網上發了他們的錄音 都是很好的,兩個都有講到神的恩典的,都有重複講到神真是很好的 在他們的困難中幫助 我的回應已經是很好的,如果說可以改善的地方,就是想像神需要做些什麼才能夠把那樣恩典給我們 譬如第一個姊妹,她所說的就是她的家人,她的丈夫有些問題 但是神也在那時候,忽然感動牧師,打電話給她 這個也是,她跟著就說到神不計較我們有發脾氣,但是神也是即時祝福的 還有神醫治這個姊妹,這個說出這件事是很好的,她被人看到神的恩典 那我就會鼓勵就是說,再更加細緻一點去講出來,就是怎樣呢 就是神會看著我們,雖然看到我們有發脾氣啊,情緒不好啊 神沒有放棄啊,神就不放棄,神就會繼續去幫助我們 並且呢,甚至會為我們預備奇妙的方法,當然我們不會因此這樣,所以我們就多發脾氣,神就會幫助那些不是這樣的信息 而是說,神是知道人的軟弱啊,知道人有很多的問題 在神來講呢,他一點都不驚奇的,因為知道人的問題啊,所以神是看到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他第一,他不會因為這樣而拒絕我們,不會因為這樣而不幫助我們 他會看出我們的軟弱,他就會呢,用方法去幫助我們 那這個就是神那種接立,和他體貼,他明白我們的狀況 他的目的呢,他的目的就是祝福提升的 那麼,第二個姊妹呢,就說到呢,就是說呢,他怎樣以前有身體的疾病啦,有情緒的疾病啦 情緒的問題啦,那麼呢,神就醫治他,那麼他就很感激神,神怎樣去祝福他 那麼,我就會這樣,就是在他的過程中呢,是怎樣去形容更加強烈神那種恩典呢,神的屬性呢 就是神是知道了我們的問題的,神知道我們的困難 神看出我們,神很想幫助我們,那麼呢,神呢就安排,他呢就聽到這個姊妹呢,安排這個姊妹呢,安排這個姊妹呢,聽到我的網上的影片啦 那麼呢,而神也都吸引這個姊妹呢,他有心去追求啊 那麼,其實另外一個經歷呢,就是他就說到他自己聽到耶穌的信息呢,是很被吸引的 那麼,他是自己跟人回教會的,那麼這一點呢,那麼都可以說的 就是說,神是會在他的心中感動他,讓他對於真理呢,是有渴慕的心啊 那麼呢,也都有一些其他基督徒在他周圍,所以呢,他就會跟他們去教會啦 那麼這個呢,就是會講出神那種細心啊,神那種接立啊,預備啊 那麼我們盡量就是用各樣的方法去想,我們如果我們是神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能夠做到這些工作呢 譬如,神呢,是對兩個姊妹都是帶來心靈的醫治 那就是說,祂有能力的醫治啦 祂裡面有喜樂,有平安,有恩典,有慈愛,祂有能力進入我們的心中 改變我們的心情,改變我們的生命,醫治我們的生命 也都會帶領我們去做合議的事,帶領第二個姊妹去,回去教會啦 帶領她去看這個YouTube啦 那就是說,我們越是去這樣形容的時候,也都可以鼓勵人的 就是說,無論你的情況什麼都好,神都知道的 神都想幫你的,神都想祝福你的 神都想臨到你身上去幫助你的 神呢,是不會丟下你的 你只要在心裡說,耶穌說我需要你,你是不是真神呢 我們去尋找,尋求真神呢 祂是一定會回應的 那就可以鼓勵人了 你們都可以經歷神的祝福的 當你找神的時候,神是會祝福你們的 因為祂顧念你,祂關心你,祂很想拯救你 就是將那個神的屬性應用在別人身上 讓人看得到,原來神都會這樣幫我的 所以我不需要擔心,不需要憂慮 那這個就是我們能夠是 在我們的任何經歷,看得出神那種美善的本性 也都是鼓勵其他人都會這樣去得到神的恩典 神是會凡事祝福的 那兩個姊妹都有說到,整個生命得祝福 那我們都可以說到,神真的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當我們愛神,跟從神 神是會整個生命都提升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放心去跟從神 信靠耶穌的大恩大愛 祂真是滿有恩典前愛的 那其實兩個姊妹都說得很好 那我只是鼓勵大家去切身處地 想想想如果我們是神需要做些什麼 來在我們生命中做一些這麼偉大的工作 從神抓到 Herk媽聊來 where祝福 最 ένα的熱呼 福 是acks 請問你 普通言 從J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